欢迎来到销声客 销声客的旧书中文版话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来自于深圳的一个文化产品 我们是从深圳走出来的 又走向全国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平山 所以这次回到深圳 真的是回到家的感觉 我觉得销声客的旧书中文版话剧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种 真正的一种深层次的一种文化的交融 它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来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们现在是面向中国观众 去做一个中国版 这中国版又是由外国人来扮演 但是这几个十一位外籍演员 全都是用中文去表演 我们通过这种文化的交融体现的 更多的是它的人性 这点我觉得蛮有意思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不能放弃 跟张国立老师合作非常愉快 大家都知道我最早是开始学相声 其实无论是相声也好 诗朗诵也好 还是主持节目 话剧表演 都是语言艺术 都是舞台 所以我觉得首先说 就是学习相声 朗诵诗词 什么对演话剧 也都是一些很有帮助 但是跟张国立老师在一起呢 又提高了这个戏剧方面的这些能力吧 然后虽然戏剧话剧 没有像相声那种传统的拜师仪式 但是有的人说 我在台上的表现说 这一看就是张国立的学生 我听着也是觉得出美的高兴 一个文化聚落 一个戏剧人向往的圣地 长手戏剧鼓给大家见面了 长手我们是在排练的时候来过 就是还没有完工的时候 我们都来过 现在看来是非常成熟 这里头我觉得就是 它具备各种条件 我们在这里做一些新文化的一些城市 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环境 就在深圳 就在平山这里 我们下一个作品 我们希望结合一些 高科技的一些表现的形式 做一个以中国古诗子为核心的一个 综合性的一台戏 这个现在还是有一部分内容 已经比较成熟 其他的正在构思 所以我想下一步 再给我们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我想我们下一个作品 大家也会有一些印象